俄罗斯的S500停产了巨蜥可拦截 隐身战机可能原因在探讨 俄罗斯的5G装备不断向前发展 就看他们的防空导弹 从S300到S400已经推出了 数十款导弹武器 S400防空导弹的优秀 深受人们所知 性能十分出色 许多国家都已经采购了这款导弹武器 在军贸市场上 S400是目前销售最火的防空导弹 但是S400还不是俄罗斯最厉害的防空导弹 他们推出的S500防空导弹更加优秀 是防空导弹技术突破的象征 在射程上比S400提升了许多 远超400公里 并且它在600公里内还可以发射弹导弹 S500还是首款依靠自动瞄准设备 可以发现并拦截隐身战机 防空导弹的武器一旦S500服役了 那么隐身战机的未来就十分艰难了 对于想要打击隐身战机的国家 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这么好的5G却停产了猜测的原因 有两个方面 一是S500在研发过程中遇到了阻碍 一款5G的研发会有科研人员 缺乏核军费不足等不可测的困难 二是俄罗斯故意放慢研制速度 为了不阻断S400的销路 俄罗斯会在S400大赚一笔后再生产S50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